我 我去我去 小心小心 远离远离 朋友们知道山上那亮晶晶闪耀耀的那是啥东西吗 山坡上全都是 那是车离子 我们现在呢是在汉原县的九乡 这边呢主产花椒 那花椒就算了咱家有 这边是个广告啊 咱家有 然后呢就是车离子 大樱桃 我们现在就要往九乡 应该是个镇吧 我们就往那边去 看看路边这边作为产地 这个车离子到底能多便宜 能不能把我吃饱 能不能车离子自由 这边有好多卖樱桃的 我们把车停过去 哇 桥边都是树 大樱桃车离子 看看这边多少钱 这个单百十块 这兜全有八块 这个是十六 二十五 二十五 这对比有点明显 把这个给我们称了 这个我们称了自己吃 再二两十斤 出皮 然后等一会儿出皮 那这么一大兜 自己吃 到这个地方了 该自由就得自由 对对对 然后还有邮政 顺丰京东都在这儿寄 然后我们看看哪个便宜 给家里人买点 这是我们刚买的樱桃 然后现在给我们装箱 邮寄走 打包是一个一个的装 上面有一点点 就是太弱的 就这种容易破的 都挑出来 都不能快递 给家里人寄的 已经寄了 果子没有油费鬼 然后看 这两大袋 是我们俩刚才给自己买的 还有一小袋 是给他们寄剩下的 没法寄的 就是他们得当时吃的 我就问你 这个让你车里子 能不能自由 自由了 自由了 我去 买银桃买的时间太长了 我们车一直没熄火 隐形盖我打不开 你知道为啥 为啥 还到手了 现在啥情况 现在是给我显示水温 你看 一打开水温就满了 水温过高了 对 那现在还能走吗 知道 冷却链直接爆表 还有一个就是车子没跑起来 因为它前面的冷却液 冷却它是需要风冷的 然后你车没跑起来 它就没风了 没风 你发动机一直在那转 是这个道理吧 那现在影响吗 这玩意儿 就高温了 慢慢走 然后跑起来 车子跑不动了 现在你看这些车 呜呜呜的抄我们 我们跑不动 没有 一个是上坡 另一个是高温 另一个是高温了 哎呦 这速度 这速度减直了 我刚问了一下 加油站的人 加油站的人说 前面五六公里有一个修车的 应该有那个防冲液 零却液 哎呦 应该 其实咱自己往里面加点水也行 只不过水的散热效果没有防冲液好 哎呀 这国道上面这地方你想停个车都没边停 你想停车来休息一下冷却冷却一下都不行 让车凉一会都不行 这三档就这 三档连二十都没有 十四 我的妈呀 赶紧跑到那个啥上 赶紧跑到下坡路上 速度升起来 车速升起来散热就快了 这一部分特别烫 不停的往外散发热量 感觉我的腿都在烤着那种状态 不敢开了不敢开了 我的妈呀 歇一会吧 哎 这路边有一个小空的赶紧停一会吧 这不行 这一直车子发动机一高温 然后发动机就给不上动力 它就一直是高转速 那温度会越来越高 所以把车停了 把车停了 然后开后面的空调 让车歇一会凉一会 然后咱车里面用后面的空调也降个温 我的妈呀 把狗子热的 是跟在烤箱里一样这会儿 空箱根本就挡不住这前面这个高温 我们刚才买买樱桃 大概就是让它怠速 没起火大概一个小时 我们俩的汗能往下滴呢 真的是 真的不敢坚持到 坚持不到修理厂了 坚持不到家房农业了 有点怕 这就是万一 咱那家万一 持续的高转速高温 过去之后 我给你爆缸了 那就不是一点房农业能解决的事情 对啊 房农业只有这一点 房农业只有这么点 就这一点 我们走的时候房农业就不够 一直说加一直说加 然后老是觉得 又没开又没咋 没必要加 结果今天就来这么一出 翻篮 对 这那以后不能翻篮 关键 这次跟翻篮其实关系不大 主要是停到那 相当于你带速在那带了一个多小时 在太阳下车子爆晒着 发动机在那转了一个多小时 停了一个多小时 总算是不烫手了 我先看一下水温 其实 你别长了 其实凉下来了 刚才都一摆 都亮灯了 其实那个 防冻液的那个湖 不是有一个喷水的衣水 衣水的那个管吗 在在发动机下边 然后弯腰一起一看 哇往处喷那个白气 就跟水开了一样 还一直在喷 走走走 好了 然后路过秀礼店的话 还是加点防冻液 防冻液酱吧 对 还有习惯 不好意思 这是二挡起路 在拖渡上面 拖道上面的二挡起路 是不是 看看这樱桃有多少 我一看这么多樱桃树 我就觉得 樱桃是不是买贵的 哈哈哈哈 这么多 哇这个山上面这样中樱桃 我真的是头影子见 张见识了张见识了 蛮这咋弄吗 拐了一个弯 突然就从八九十多度 一下又爆表了 刚才又亮灯了 哎呀 主要是有没有碰到 加防冻液的地方呀 不行了就先给他加水 加水之后 然后到修理厂的时候 把所有的防冻液 全部放空 然后 再重新加防冻液 你现在 挺不到修理厂 主要是有问题 你拐个弯 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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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个交警 我刚问了一下交警 往前走 三到四十公里 又修车的地方 能夹到防冻液 还得先翻山 再下山 呃 就得 先给防冻液里面加水 好 现在这个防冻液的盖子 都有点炕熟 呃 我 我去 小心小心 远离 完了 这防冻液一点都没了 什么情况 全喷出来了 我靠 烫了没有 没有没有 我闪的坏 我去这 他吓人了吧 这没了 这还没 也特别没了 我靠 还我傻的坏 要不然躺伤了 我就是一蹭一地 绿巨人流血 我靠 喷完之后 我看一下 这 湖里面没有了 湖里面没有防冻液了 加水吧 也只能加水 你现在不管你往上走 往下走 你都得加水 对吧 那行吗 行 我怎么心里这么不踏实呢 这玩意就跟那个啥嘛 你家里面 原来老式的拖垃圾 还记得吗 嗯 水箱开锅了 那里面就是家的水吗 哎呦 心里好不踏实啊 没事 把梯上给人家冲一冲 我心里特别不踏实 确定加水可以啊 全体啊 原理呢 就是这么一个原理啊 我们说是看这个水能 哪多少时间了 给防冻液仓 加完水 现在去修理厂 修理厂 就我们有30公里 希望能顺利到达 保佑保佑保佑 我真的有点害怕 放心吧 可不敢熄火啊 空调也不关了吧 让它减少它的压力 真卖山变野的樱桃 大风车也没心情欣赏了 让我顺利到达修理厂 到达修理厂 你感觉明显不 明显 车有劲了 能跑起来了 说明咱确实是 防冻液缺的有点多了 刚才车连20门都跑不到了 就是二挡起步 连二十都到不了 现在呢 你知道水温七十多不到八十 要三挡 对啊 水游 它车是有动静的 这个车跟他俩也是辛苦了 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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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深深的自责 我做出检讨 我太懒了 我不愿意去修理厂 哈哈哈哈 妈妈 妈妈 我却还要上身 别上了 塞 哎呀 现在车的一切都正好 但是我很担心 我心里素质不行 现在动力感觉上面也没有什么问题 赶紧让我们下山吧 这应该是到山顶了吧 到崖口了吧 对 有戒备 肯定是到崖口吧 下面应该下山了吧 还上 这个意思 还上 哎呀下了下了下了 下了 哇这里海拔是两千三百一十八 三百二 哈哈哈哈 哎呀 终于下山了 记得点赞关注哦